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宏瑞科技GK-01高压气体扩散器 与我们的尘埃粒子技术器 以及浮游菌采样器的连接方法和使用流程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高压气体扩散器 与尘埃粒子技术器的连接方法流程 我们先将高压气体扩散器的背面面向自己 此时我们可以看见四个连接口 Switch valve To air sampler To particle counter High pressure gas inlet 用气管将To air sampler口和Switch valve口连接 将结性压缩空气接入high pressure gas inlet口 小流量通气1到2分钟 将尘埃粒子技术器接入to particle counter口 此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尘埃粒子技术器采样量为28.3升每分钟 则高压气体扩散器流量剂调节为40升每分钟 如果尘埃粒子Witchande 如果尘埃粒子技术器采样量为50升每分钟 则流量剂调节为70升每分钟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采样结束后,一定要切断气源 再断开尘埃粒子基础器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高压气体扩散器与浮油菌采样器的连接方法流程 同样,我们需要把高压气体扩散器的背面面向自己 将捷径压缩空气从high pressure gas inlet口接入 小流量通气1-2分钟 通过浮油微生物扩散口 将浮油菌采样器与2-air sampler口连接 由于我们的浮油菌采样器,采样量均为100升每分钟 因此,高压气体扩散器的流量剂需要调节为110升每分钟进行采样 采样结束后,一定要先切断气源 再断开浮油菌采样器 以上为宏瑞科技及K-01高压气体扩散器与塵埃粒子基础器 以及浮油菌采样器的连接方法和使用流程 更多信息请致电宏瑞科技全国统一咨询热线400-070-6865 也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观看